卫生署向大围交通城商户派发样本罪 有商户陆续交回来 个别就说会暂停营业 出现感染群组个案的大围交通城六楼 全层的商户都已经落闸 同一层的一间食品公司 昨天在门外放置多箱粉面 今天就仍然有部分放在门外 不用送往检疫的负责人回店铺清理消毒 在五楼就有车房和食品公司继续营业 都不怕得那么多 周围都有 在车房多数都不戴的了 因为你很多时候都要用很多气力 你有个口罩是呼吸不到的 有时候你为人为己都要做这种事 政府要我们隔离的我们都会隔离 因为我们车房已经有一群人 是没有回家的了 是自动隔离的了 礼拜六开始 在大厦的管理处外 放置了深喉推药液药管瓶 商户自行采集之后 这两天可以交回给管理处 保健电视机仔关口围过头 我们下车房